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八十集 范贤像跳舞一般 踉枪走的首席 指着庄默涵的鼻子说道 这位大家 您果真坚持这般说法吗 庄默涵嗅着扑面而来的酒味 微微皱眉 说道 公子有悔悟之心便好 何必如此自伤啊 范贤看着他的双眼 微微笑着 口齿似乎有些不清 凡事有阴芳有果 庄先生指我抄袭仙师这四句 不知我为何要抄啊 难道凭先前那首短歌行 晚生便不能赢得这生前身后名吗 生前身后名 这舞字极好 边连庄默涵也有些动容 他心系某处紧要之事 迫不得已之下 今日大爱平生清明 刻意构陷面前这少年 本来呢 已是不忍 缓缓地将头移开 淡淡地说道 或许 范公子此诗也是抄的 抄的谁的 莫非我作首诗便是抄的 莫非庄先生门下满天下 诗文似海枝 便有资格认定晚生抄袭吗 看庄默涵手指轻轻扣响 桌上那幅卷轴 范贤冷笑道 张大甲 这种伎俩糊弄孩子还可以 你说我是抄的令诗之诗 我倒奇怪 为何我还没有写之前 这诗便从来没有限于人世呢 庄默涵似乎不想与他多作口舌之争 倒是范贤轻声细语说道 先生说道 晚生头未白 故不能严病霜 身体无恙 故不能百年多病 然而先生不知啊 晚生平生醉喜胡闹事 你把今生再从头 你不知我之过往 便冤我害我 何其无趣啊 不知道是真的喝多了 还是难得有机会发泄一下 这预计了许久的郁闷 范贤那张轻易脱沉的脸上 陡然间多出几分 癫狂神色 诗乃心声 庄默涵望着他温和说道 范小友并无此过往 又如何能写出这首诗来啊 诗乃闻道 范贤望着他 冷冷说道 这诗词之道总是讲究天才的 或许我的诗是强说仇 但谁说没有经历过的诗 就不能化作自己的诗意啊 他这话极其狂妄 正是将自己比作了天才 所以借此证明 先前庄默涵的诗论推断 全部不存在 听到此处啊 庄默涵的双眉微微一皱 苦笑说道 呵呵 难道范公子 竟能随时随地 写出与自己遭逢 全然无关的妙词吗 这位大家自恃不惜 就算是诗中天才 也断没有如此本领 见对方落入自己计算之中 范贤微微一笑 毫无礼数地从对方桌上取过酒壶 饮了一口 静静地望着他 眼中的罪意却渐躯浓烈 忽然将轻手一挥 联合三声 直来 莫来 人来 罪人三声和 点中众人 不解何意 只有皇帝陛下依然冷静地吩咐宫女 按照范贤的吩咐 一会儿功夫就准备好了这些 点前空出一大片空场子 只有一击一焰一人 孤独而骄傲地站立在正中 范贤有些站不稳了 勉强对陛下一礼 说道 这陛下 执笔太监一用 皇帝虽不解何意 但仍然微微沉河允了 一名执笔太监 走到桌旁坐下 铺好白纸 沿好笔墨 不料 范贤强人酒意 摇头说道 一个不够 范贤 你在胡闹什么 离他颇紧的太子 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但皇帝依然是满脸平静 允了他的请求 眼光里却渐渐透出笑意来 似乎猜到了 马上要发生什么事情 范贤微笑看了庄摩寒一眼 眼中罪意更生 对身边正直笔以待的 三名太监说道 我念 你们写 若写得慢了 没有抄下 我可不会 念第二遍 这三名太监呢 无来由的紧张起来 许多人都在猜测 范贤准备做什么 他如何能够让世人在庄莫寒与他之间 相信自己才是真正的一代施家 此时啊 入夜不久 夏末夜风并不如何清凉 但场间的气氛却有些类似于战场之上 鼓声剑起 野火烧不尽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乱花剑玉迷人眼 千草才能 磨马蹄 天长地久 有时尽 此恨绵绵 无绝期 毫无征兆的 毫无酝酿 范贤脱口而出一段 尽是白居易所作 不一会儿功夫便有了十几手 他站在书籍之旁 眼神望着宫殿外的夜色 不停引咏着自己 这奇怪大脑里能记住的所有名师 几名太监挥笔疾书 却都险些跟不上他的速度 中人莫然 细品 面对着远远不绝的阴谋与算计 强大的压力之下 他此时终于爆发了出来 癫狂之下 只顾着将脑中所记之诗 朗朗送出 既不在乎太监记住了没有 也不在乎旁人听明白了没有 那些举之生香的前世文字 经由他的薄薄双唇 在这庆国的宫殿里 不断回响着 庄默涵的眼神呢 渐渐地起了一些很奇妙的变化 而一开始 只是纯粹看热闹的诸位臣子 此时终于忍不住在心中嘀咕了起来 这些诗他们一首也没有听过 但确确实实是极妙的句子 难道都是范公子所作吗 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 这是白乐天在饮酒 君不见 黄河之水 天上来 接下来 轮到了太白饮酒 举杯妖明月 队影成三人 这是太白依然在饮酒 但始终人能醉客 这还是太白在饮酒 弃我去者 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 今日之日多烦忧 这是太白的酒啊 已经喝多了 殿中的人们 再也顾不得军前失忆之醉 渐渐围坐在了范贤的身边 听着他口中送出的一首首诗 脸上写满了震惊 与无法置信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诗如何 大家都是有耳朵的 世上奇才颇多 但素骨一将 也断然不会有像今天这般的景象 见过写诗的 没见过这么写诗的 做诗绝对不是在这个菜场里搬大白菜啊 但无数首从未断绝过的诗句 从范贤的嘴里喷涌而出 就像是不需要思虑一般 和搬大白菜有什么区别呢 虽然这些诗里某些用具比较奇怪 那是因为众臣不曾知道那个世界里的典故 但众臣依然海然惊恐 这些事啊 手手都是佳品呀 范贤依然没有停止 众臣此时望向范贤的目光 便开始变得怪异起来 觉得面前这个轻易脱沉的年轻人 不再是凡简易数 而是天人下誓啊 惊恐之余 早有清醒的文元阁学士 替下万历不知的三名太监 开始埋头奋笔 抄写这些出口即逝的诗句 小范大人先前说过 他只会说一遍 范贤并不知道自己身边的景象 他依然比着双眼 脑筋转得极快 一面是在回忆这些诗句 一面却是在想着待会儿的行动 如果让众臣知道 他此时游游余侠去想别的事情 只怕会更加害意 他觉着嘴有些渴了 于是将手伸到旁边的空中 早有失去的太学师证拿过酒来 小心翼翼地放在他的手里 生怕打扰了他此时的情绪 从诗经中的君子好囚 到公子珍的万马奇音 唐时明月光 宋时春江水 杜甫盖草房 苏东坡煮黄粥鱼 杜牧嫖记 柳三遍也嫖记 袁枕曾经沧海 包二奶 李一安 锦涩无端 思年华 欧阳修 爱杀外甥女 这个欧阳修 爱杀外甥女呢 此为冤暗 悬暗 翻贤闭目 饮一口酒 作一首诗 三壶酒精 三百诗出 扩大的宫殿之中 似乎有无数的光影正在飞舞 渐渐凝成只有闭着眼睛的他才能看清楚的画面 那是前世的师家呀 前世的那些老帅哥 小帅哥 在竹下清歌 在床上坦赋 在亭中大盗 此风快然 在河畔黯然垂泪 这是前世的所有 范贤前世的所有啊 以这种突兀的方式 陡然降临在庆国的世界 击打在众人的心上 范贤在前世无数千古风流人物的帮助下 在与庄默寒战斗 他猛然睁开双眼 冷冷看着庄默寒 却像是看着更远处的某个世界 君不见 黄河之水 天上来 谁能比李白更洒脱呢 朗头尽 千古风流人物 谁能比苏氏更豪迈啊 昨夜雨淑风舟 浓睡不消残酒 谁能比李清照更返悦 千古风流 岂能以一人之力敌之啊 当的一声脆响 庄默寒颤抖的手 终于无法再握住酒杯 酒杯摔在青石地上 化作无数碎片 安静啊 一片安静 不知道过了多久 范贤终于停止了这次疯狂的表演 但是庆国皇宫大殿里的人们却还一时无法从这种情绪里摆脱出来 已经换了几轮的学士和执笔太监 首先醒了过来 跌坐在地上 扶着自己酸痛无比的右手 用看神仙一般的眼光 看着范贤 范贤喝多了 摇摇晃晃的走到庄默寒身前 伸出一根手指 指着他的鼻子 摇了摇 打了个酒歌 然后轻声说道 诸经试文 我不如你 写诗这种事情 你不如我 殿中依然是一片安静 所以这句话虽然说得极轻 却是清清楚楚的落入众人的耳中啊 此时的臣子们 当然对这句话无比相信 他们对于小范大人的诗器才华 早已是五体投地 不论是庄默寒 有如何高的声望 但如果说诗文一道 凡是现场听范贤 朗诵古代名师三百首的这些人 在今后的日子里都不可能再去相信 会有人的诗才 胜过范贤 此时更不要再提什么 抄袭之事 众人早已相信范贤所言 世上是有所谓天才的 是可以不必经过某些事 却一样可以写出自自经心的诗文来 刚才是什么 那是诗中仙人才能有的手段 抄 抄你大爷 既然没有人相信 以范贤的才能 还要去抄诗 那自然就是庄默寒在说谎 此时殿上诛人望着庄默寒 不免流露出失望 怜悯鄙视的眼光 心想这位一代大家半生清明 不料居然临老亏得与后生争名 庄默寒看着范贤 就像看着一个怪物一样 眼中流露出一片黯然 不知为何忽然胸口一闷 用白袖眼唇吐了口血 陛下脸上神情似笑非笑 望着范贤说道 有此家财 平日为何不闲呢 范贤似罪非罪 回望着陛下说道 诗文那是陶冶情操之物 又不是争勇斗狠之计 这话说的呢 就有些无耻了 他今天夜里 难道还不算是争勇斗狠吗 只见范贤终于止不住 满腹牢骚酒气 一屁股坐在狱前街上 斜瞇着眼 望着嘴唇微抖的庄默寒 口中喃喃说道 我醉欲眠军且去 去 去你妈的 终于摆完了 李太太当年的最后一个pose 范贤在皇帝老子的脚下 入了嘴梦 这个夜晚 注定是个不寻常的夜晚 返贤 辽法施先锋 以待大家装莫寒 黯然退场 陛下摆明要栽培范家的大公子 太子地位稳固 今夜的信息太多 所以不论是东夷城的使团 还是各部的大臣 回府之后都与自己的幕僚 或是同行者商议着看到的一切 但是让大家无比震惊 讨论最多的 当然还是八品邪律狼 范贤 今夜在点钱的表现 最后得出一个共通的结论 小范大人 实乃 诗先也 也有人在怀疑 是不是范贤这些年里 做了这么些诗 然后一个夜里发飙 发完了 因为毕竟这些诗词 情境不一 他感情不一 若说是一夜之间 徘徊在如此相差太大 又分别激烈的情绪之中 还能天然而成 只怕那位诗人 也会发疯才是 不过不论是哪一种 大家依然认为 范贤不是常人 废话 有哪些常人 能把这么些好诗 像大白菜一样的 爆了出来 就算不怕累着 您也得 要种得出来 总而言之 与庆国这个世界 相近的那个世界里 一应或美好 或积月 或黯然的文学精妙词张 今日便借范贤之口 或不甘 或心甘情愿的降落 从此之后 成为这个世界精神里 再难分割的部分 那些诗里 众人有些不明之点 不解之处 全被众人当作 是小范大人 喝多了之后的 口齿不清 准备等他酒醒之后 仔细求教 至于范贤 将来会不会 因为要圆谎 从而被逼着写一本 假空中国通史 写其四大名著 还是这个 毅然横刀子宫 一臂麻烦 那都是后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 由延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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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